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建代表团昨天下午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5号下午参加他所在的福建代表团审议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 李希说 完全赞同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顽强拼搏 勇意前行 战胜多重困难挑战 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充分彰显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的实践伪力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信心 开拓奋进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李希指出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破话 机制活 产业优 百姓富 生态美 新福建宏伟蓝图十周年 希望福建担当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赋予的重要责任使命 把握重大发展机遇 认真落实四个更大重要要求 更加主动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推动福建发展再创佳绩 李希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强化政治监督 持之以恒 正风速记 一体推进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着力解决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纵深推进新征程 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坚强保障 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 著名全国政协委员 昨天上午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 下午在各自分组会场 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全国政协委员滕家才说 王沪宁主席所做的工作报告 战高谋远 务实重行 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 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投射出广大政协委员忠诚履职的奋斗姿态 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图景 是一份政治战位高 利益布局深 工作举措时的政治报告 对地方政协来说 更是一份任务明确 路径清晰的履职指南 福建是统战工作的大省 我们要以同心领航工程聚共识出团结 以同心赋能工程来养优势出发展 以同心增线工程来搭平台汇合力 以同心强机工程强自身提能力 愿同战所长所能服务新福建建设 报告以非常详实的数据 体现了这一年来全国政协委员的履职的情况 充分展现了政协的风采 在审议中 委员们认为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全体委员们 在过去一年中参政议政的雷雷硕果 大家表示 将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积极建言资政 广泛凝聚共识 加强自身建设 以龙腾虎越 逾越龙门的干劲闯进 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再来关注今天的两会日程 14届全国人的二次会议各代表团 今天全天举行代表小组会议 上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审查计划报告和草案 预算报告和草案 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今天全天举行界别联组会议和小组会议 上午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下午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讨论计划报告 预算报告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好 接下来进入2024向心而行两会观察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国两会特别报告 2024向心而行两会观察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海博TV 设在北京融媒体演播室的嘉宾 是全国人大代表张永宁 张代表您好 您好 那么可以说刚刚过去的2023年 宁德是亮点频出 屡上头条 那么有很多的喜事 让人特别的欣喜 那么您能不能现在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2023年对宁德来说 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让我们有很多感动 留下很多难忘的场景 让我们无比感恩的是 习近平总书记 都是炼吉灵德 勉力灵德 对灵德35年 践行四下计程 做出了重要批示 给我们巨大的关怀 和奋进的力量 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 我们复建省委省政府 魏灵德良神定做了 开发三都澳 建设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核心期的21条政策措施 就魏灵德的新一轮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让我们感到鼓舞的是 过去一年 灵德的经济增长 冷然保持良好的态势 十二项经济指标当中 有六项在前省 它的增幅是第一 其中GDP增长8.6% 已经联系五年 前省第一了 这的确是一张 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那么今年的全国两会 您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重点还是关注 新型工业化 还有乡村振兴 以及民生保障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号下午 在参加他所在的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必须加大创新力度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近年来 宁德坚持抱好金娃娃 发展大产业 锂电 胡锈钢 新能源汽车 同材料四大主导产业 持续发展壮大 2023年 产值突破5800亿元 看了这个短片 确实是很震撼 曾经的老少编导穷的地区 处理起了世界级的产业地标 可以说是后发地区 走向新型工业化的典范 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密码是什么 宁德这几年主导产业的迅速崛起 几个金娃娃发展得非常好 这个根本的是德意总书记 对宁德发展工业的 这种战略指引和申请关怀 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 就深刻指出 宁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 强调要制定主导产业 及产业群体 通过主导产业上下游的联系 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0年回到宁德视察的时候 又阻托我们要多上几个大项目 多报几个金 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些年 就是沿着总书记 给我们指引的方向 这个政绩联动 专注赛道 勇往直前 这个我们主要把握了 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抓创新 这个近几年 宁德的这个研发投入 年仅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三 这三年呢 我们的归上工业研发的覆盖面 一下子提高了两个 二十个百分点 第二条就是抓这个产业链条 我们就按照一个龙头企业 建一条产业链条的这么一个思路 来进行严链 补链 抢链 我们这个四大主导产业的 产业链的配套企业 目前有两百多家 第三点我们就抓这个绿色转型 零德是全球最大的 锂电池生产基地 这个我们的消费类电池 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 分别联系 这个有十二年 七年 三年的市场占预率 是全球第一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着 我们这个锂电池 这个技术生产基地的优势 我们来助推电动化和储能家 谈到电动福建 似乎就绕不开宁德时代 这是我们船用的一款电芯 我们要求对它的管控要更精准 也就是我们会在每一颗电芯上 去买一个这个温度传感器 用于在它运行当中去实施的 检测它的一个状态 我们了解到目前全国有两百多艘电动船舶 搭载着宁德时代的电池 创新链条绿色 让咱们宁德各个主导产业 在各自的赛道上是猛跑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 寻求新的突破呢 我们下一步呢 总的要按照我们中央官一 这个新型公園化的部署 用逐用好省委省政府给我们的 就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系建设的 21条政策措施 在做大做强 这个四大主导产业 抓好现立重点产业链发展的同时 这个呢 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个呢 就是要开展前沿技术的攻关 包括这个前固态的电池 包括盖胎块电池的研发 这个呢 防止我们的技术被赶超 我们的竞争优势被颠覆 宁德在产业快速急剧发展的同时 科技创新机型不断奉花 宁德时代 发布全国首款4C超重电池 凝聚态电池 全面开启新能源汽车超重时代 牵手中国商飞 剑指载人航空 星拓集团成功达出0.015毫米 世界最薄首次缸 316L不锈缸 成功应用于南极科考站秦岭站 宁德新智 最生产力的脉搏涌动 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激扬 第二是呢 这个大力发展新型储人 我们领德现有的 投产的 还有载件的 以及规划的 清洁人员和可菜生人员的 装机总量呢 达到了2800万千瓦以上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优势 以及我们现有的锂电池技术 在电力的发输配用等环节 这个探测性的空间 这个来骤大骤强新型的出人 第三个呢就是要组织系列的 这个零碳的创建 宁德不断扒高的这个产业地标啊 也让我们看到了宁德的新智生产力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在我们的演播室设置了一个 全息云仓的互动体验 您呢 一会儿跟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吧 好啊 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你好 你好 小饼 请问 宁德有哪些地方好玩啊 宁德是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海上仙都探姆山 金水天堂白水洋 宇宙奇观白云山 极绝飞铺九龙记 中国最美滩图 瑕浦滩图 中国十大最美海岛 鱼山岛等 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宁德市人民政府市长 山海宁德 有山有水 有风光 有湿 有景 有眼光 我在宁德 等着大家来 在被誉为 中国大黄鱼之乡的 宁德交城区 三都澳海域 大黄鱼丰收的季节 在三都澳的万亩海上凉田 夜捕大黄鱼的场面 分外热闹 一网又一网 金灿灿的大黄鱼 欢蹦乱跳 每到冬季 闽东大地 瓜果飘香 福顶市前旗镇的 四季右 平南县 龙潭村 四平村 罗山阳村等地的柿子 红通通地挂在枝头 映衬着古村 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品家国 赏风景 流连忘返 你看看了这个短片 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宁德除了工业像工业 这农业也像农业 都非常有亮点 确实有人也这么说 这个宁德的这个山海资源丰富 而且气候温润 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就提出 要靠山 赤山 唱山歌 靠海 赤海 炼海经 同时还创新性地提出 大农业和大粮食观的这个力量 经过这么三十多年的发展 宁德的农业 已经培育形成了8加1的特色产业 前产业链的规模 2023年达到了2300亿元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主要抓四件事 第一件事主要是抓龙头 前市现有富顶白茶 古田石用井 两个国家现代农业的产业员 有国家级的这个农业 的重点龙头企业10加 第二个是抓品牌 第三个我们主要是抓富人 也就是通过这个广泛的推广 这个数字技术 这个现在我们宁德的每个线 它都有一个电商产业员 第四个就是抓龙和 主要是什么呢 一二三产龙和 那么宁德呢 包括我们查理龙和 文理龙和 乙里龙和 同时我们还建成了这个金牌 旅游村呢 一百一十二个 今年呢 是习近平总书记呢 给咱们下党乡乡 乡亲们啊 回信五周年了 在推进乡村振兴上面 咱们宁德又有哪些新的思路 和举措呢 我们宁德啊 走好乡村振兴的这个特色之路 既是政治嘱托 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所以呢 我们将认真地对表总书记的这个回信精神 走远于全国样板去建设 当然还要立足于我们宁德自身的资源优势 努力在特色化方面下更大的功能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提升特色化 第一个就是在建行大食物馆当中呢 来彰显特色化 第二个呢 我们是要在推进山海协奏当中来彰显特色化 第三个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促进共同富裕当中来彰显特色化 第四个呢 我们想可以在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当中来彰显特色化 我听说啊 宁德去年是上榜了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排名第87位 那么在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方面 我们做了哪些努力呢 这些年呢 宁德呢 经济虽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客观上呢 我们觉得宁德还是落鸟 这个在民生领域当中 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短板 这些年来呢 我们呢始终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我们会把每年大概有近80%的财政支出 投到民生领域 目的就是要全力来追捕民生的短板 对 说到这个民生话题啊 就不得不说到像教育啊 医疗啊 那么这方面呢 宁德有一些新的做法 叫做合作办医 合作办学 交易的问题啊 除了这个补短板 这个量的这种增加之外 还有一点呢 社会各界反应比较集中的 就是提高的这个交易的 这个医疗的质量 服务水平的问题 去年啊 在我们省委周书记 赵龙省长等领导的这个关心的推动下 我们对接引进了 北师大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目前合作办协的已经签订了协议 正在推进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的建设 那么合作办一方面呢 我们是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 这个去年十月份呢 已经正式的投入运营 我们跟上海人民医院的合作呢 是深度的 我们共同合作 为了其医疗中心建设的目标 现在这一合作这一阶段以来啊 也起得一些实质性的成效 让我们的老百姓呢 能够在家门口 享受到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那么您对宁德的工作 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新的一年呢 我们将前面灌生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深化特展三增行动 以项目建设攻坚行动为抓手 持续做大做强 战略性新型产业 全面提升乡村振兴的特色化属性 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治理 确实抓好民生保护的工作 全力推动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 努力为全国全省的发展大吉 都做贡献 花开三月 放飞希望 奋斗无法 坚定有力 以正与职 有为担当 国家大事 民生关切 线上线下 同贫共振 说发展 谈期盼 2024全国两会 全媒聚焦 新不见蓝图 嘱托在肩 继续奋斗 胡细新篇 新发展 新征程 从春天出发 我们向心而行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8年前 福建省和宁夏建立起对口协作关系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宁模式 28年来 两省区激发产业活力 不断续写新时代山海情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们关心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智生产力成为关键热词 福建省发改委昨天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 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与民营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 企业家们结合李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围绕统筹产业布局 开放数据资源 拓宽融资渠道 培养技术人才等方面畅谈发展思路 希望政府能够培育出一批产业数字化领域的一些龙头企业 然后来支持龙头企业去承担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的一些公关的工作 然后大力去推动这种卡帛制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把这个充电站考核分等级通过补贴的这个方式 对这个充电站进行一个管理优化 建议我们重点推广具有检测功能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下一步 省发改委将按照报告要求 认真研究企业家们提出的意见建议 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数字经济的发展 那在我们民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希望能将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 能够真正让数字技术应用到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实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制生产力要积极培育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柔性电子被称为新材料产业的魁首 为抢占技术和市场先机 厦门市成立柔性电子研究院 着力推动上下游协同创新 产学研融合发展 促进区域柔性电子产业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眼下厦门柔性电子研究院正忙着推进 柔性压力传感器的中式工作 柔性压力传感器广泛用于电动牙刷 蓝牙耳机等产品和电子医疗领域 目前市面上具有此功能的新材料技术 被个别外国企业垄断 此次柔性压力传感器的开发 正是基于共建企业下游客户的生产需求 由研究院与厦门大学组建联合实验室 成功研发出以纳米石墨为关键技术的 柔性压力传感器 上游企业的话 他们去做一些相应的开发 它是没有具体的目标的 没有具体的一个应用场景 我们主要是拉通上游和下游 让需求更加明确 加快了整个节拍 能把成果快速的应用 下游企业提供具体需求与应用场景 研究院指导设计思路 上游企业负责方案落地 不久前 厦门柔性电子研究院与红性电子 和厦门市工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三方组建的项目组 成功开发出业内首款 可检测两米长柔性电路板的 自动检测设备 早期是通过人工去检测 效率很低 而且会产生一些漏检或者是误检 我们开发引进这款设备后 测试效率可以提升140% 能确保产品产出良力达到100% 厦门市工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也凭借这款产品完成了市场的开拓 仅这台设备去年就为企业带来了 超2000万的营收 截至目前 厦门柔性电子研究院 已推动21个项目成果转化 获得专利80多项 凭借我们在技术上的不断地积累和沉淀 在柔性电子新材料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来助力厦门乃至福建 甚至到全国的我们柔性电子的发展 在深化拓展 深学征优 感为征先 实干征效行动中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饱满的干劲开启奋斗模式 一大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积极培育发展 新动能 位于同祥高新城的平板显示配套产业园 是厦门推动平板显示产业链 究竟配套的重要项目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 施工团队采纳了BIM技术 对地下管网 道路及其他市政配套设施 进行了提前规划设计 实施永久性与临时性道路相结合的措施 以加快项目建设步伐 在连江 福建华电可门三期煤电项目主厂房 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工人们正在进行锅炉的收热面安装 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50% 这是我省首个百万二次载热发电项目 预计今年年底实现一台机组投产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们福建省内 指标最优的火电机组 也是国内同任型火电机组中指标最优的之一 据了解 今年福建省重点项目总计1593个 总投资4.28万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6807亿元 省发改委等部门将强化服务保障 加强项目分级分类管理 部门联动保障要素 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提供有力支撑 由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省残疾人艺术团 陈军恩音乐工作室联合主办的 烛光伙伴携手向阳 爱心助餐活动 5号在福州市盲校举行 残疾人朋友和爱心人士 共同表演《永梅》 《伴母方唐一见开》 《志愿者之歌》等节目 传递爱和希望 这几年在学校生活 我经常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爱 非常的感动 我认为盲人虽然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用我们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方式 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强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 完善重度残疾人脱养照护政策 这让残疾朋友颇感暖心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脱养的机构 那他们的家庭的 其他群人的劳动力 就可以释放出来了 这些具体的措施 我们觉得非常的幸福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五间新时空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您还可以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在线收看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感谢收看今天节目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月放飞希望 奋斗不乏 坚定有力 以正履职 有为担当 国家大事 民生关切 线上线下 同贫共振 说发展 谈期盼 2024全国两会 全媒聚焦 新福建兰福 嘱托再见 接续奋斗 狐写新篇 新发展 新征程 从春天出发 我们向心而行 福州 有福之州啊 7686 不利福丘啊 我在福州工作了67年 我这个一生的这个最好的年法 也是在这里复合 闽山闽水 旗帜高扬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高质量发展 展现福建作为 他放心 独问出身 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就是最重要的 山海距离 未来可期 站在历史的交汇店 以奋斗之资 奔赴光荣平梦想的新征程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实施 深徐争忧 敢为争先 实敢争效行动 奋力谱写 中国是现代化 福建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是小丽 我们来关注全国两会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各代表团 六号全天举行代表小组会议 上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审查计划报告和草案 预算报告和草案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备受瞩目 在福建各地发展的台胞 五号自发组织 集体收看开幕会直播 数十位台青相聚在厦门启达 海峡双创基地 通过电视直播 收看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开幕会 当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现场台青们掌声雷动 政府不断地在反独触统 只要是两岸青年 就是能携手共进 然后呢更关注国家的发展 那我觉得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 一定迟早可以解决的 坚持九二共识 然后我觉得就是 还是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做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跟参与者 那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 在新的一年能够来到大陆发展 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台青们在纷纷点赞的同时 也对在大陆的发展充满信心 机会的部分 其实是比台湾的机会更多 所以在大陆这边部分的一个机会的发展 对我们台青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方向 心情还是特别的振奋的 就是我们除了感受到 就是政府为人民做的许多的事情之外 其实我们听完报告之后 也是对未来深具信心 福建省做出了很多的举措 然后也在各个方面 然后希望说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感受到 祖国的这些用心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福建各领域 不管是从教师啊 乡村振兴 各行各业 其实也都不断的在推动 包含尤其在厦门 然后也在推动的 就是惊吓同城等等的一些举措 我觉得这些举措 其实让我们身在福建的台湾青年 其实是有幸福感的 也能感受到 未来其实如果有这样子持续的发展 那我们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到福建来 福州市台胞也在第一时间 自发组织学习讨论 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台胞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 对202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详尽的总结 也为2024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台胞们只要兢兢业业 求发展 求创新